今天金州勇士坐镇主场迎战醍醐,我二某人这次言出法随,斯蒂芬库里再度表现糟糕,全场13投4中,命中率34.7%,仅仅拿到15分,还出现了三个失误。 旧金山第一马屁精,斯蒂芬库里的新任马仔波杰姆斯基,同样是表现非常糟糕,全场6投1中,仅仅拿到2分。 不知道这场比赛赛后,小波同学该怎么吹老大的彩虹屁,要不你让库里再学学哈登大球,同样是打提胡,上周六哈登只出手7次,13个助攻直接提胡全队,三节打卡,助力快船大胜。 哈登投的篮都没库里打的铁多,无需出手得分,便能带领快船大胜,你库里做得到吗? 所幸的是今天库里的投篮手感还行,八记三分出手,命中三个,否则就要闹个历史级的大笑话了。 大家看看今天库里打提胡的投篮热图,在随鸟封线群的干扰之下,他根本撒不进内线。 禁区附近的出手也是三投零中,颗粒无收,我从没见过一个超级巨星,能被对面的球队防成这个样子。 如果说一场比赛,这是偶然,斯蒂芬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场了,从十九中七到十四中二,再到今天的十三中四,自己都被防的没有信心了。 他还能刷出怎样的下线,我已经不敢想了,看看进攻端轻松血液的哈登,再看看除了三分球,没有其他进攻手段,也缺乏基本大局观的库里,真的是高下立派。 看看蹄虎队的球员吧,英格拉姆和蔡恩甚至没有怎么发力。 瘦英打了二十二分钟,胖虎打了二十九分钟,实在是斯蒂芬带队不堪一击。 有这么一个防守黑洞,哪怕勇士其他球员疲于奔命,也根本补不过来。 蹄虎队多点开花,谁见了库里谁吃,全队主有八人得分上双,声声把勇士打成了筛子。 而且也不要再说库里累了,歇了整整三天还能打成这个样子, 他已经拿不出任何借口。 看看一月一日打蹄虎的詹姆斯,前一天带病雪拼森林郎, 然后飞机耽搁,凌晨三点拆到香尔良的酒店, 当天依然二十四头十二重,看一下三十四分五板八重工。 大概这就是全能超距和体系球员之间最大的差距。 没有了移动长城的掩护,就如同退去的潮水, 罗勇的人彻底暴露。